我们要定来看台湾学生的创意 你知道工序包现在可以穿在身上 故事书也可以拿来转动了 那么在高雄呢 有六十几个设计科系的学生作品 共同在博尔特区展出 颠覆了许多的传统 也有很多设计非常的酷炫哦 现在我们邀请我们的记者 郑明轩带你来看看 比设计 比创意 绝对跟年纪没关系 66所大众院校设计系学生 秀出自己的金头脑 看看这个包包里头大有玄机 我手上这个包包可不只是一个包包而已 它只要花不到五秒钟 想要它就可以变身成一件衣服 里头要带什么格西都可以 不只能变身成工作服 也能当围裙 是贴心的设计 一般市面上是硬壳的嘛 那我们讲说因为体不方便 那需要工具的时候 有时候就是太多太重 那我们想要说你变成一个收纳包的话 就是你今天需要用到的工具的话 就是你带你所需要的工具出门就好 不必要整箱带出门 还有让小朋友眼睛为之一亮的东西 故事书谁说只能看平面的 结合立体书和公仔 还会360度旋转 仿佛身利其境 我们的主要设计是七个画面 然后有三层 然后三层制造出空间感 然后在你看的时候就是会有 左右 左看右看就是一样会产生不同的效果这样 而且脚是腾空的 对我们的主角会让它是加厚的 让它垫高一点 让它看起来比较明显 还特地把主角青蛙做到前面 后面的故事成了背景 青蛙到后来还变成了人 至于这个更酷 因为制作成本超低 但是有够累 你看到的都是去捡别人不要的玩具 做成的 我们在之前回头上看到那么多的 大家丢弃的塑胶玩具 就是代表就是 其实现在那个塑胶的 就是生产它的很快速又很方便 然后可是大家就因为这样 就不会很珍惜这种素材 所以我们就用这样的材料去做 现在看到的这些 即将变形全种的动物 捡了一堆塑胶喇叭 刚好可以做成迷怒的角 白鼻心的脸是黑色的 用轮胎做成 这只粉红色的犀牛 居然还出现Hello Kitty 鼻子的部分有士兵 学生利用废弃的玩具 做成七种濒临绝种的动物 就是要呼吁大家别再浪费了 材质特别的设计 还有这些造型特殊的夜灯 其中最长的这个 猜猜看它是哪种动物的造型 以水母为造型 下去做它的设计 所以把它装上风铃 上它这样 就有声音 对 有声音 让人家不会觉得 它只是放在那边 只能看而已 什么都不能做 那材质呢 它有特殊吗 它是以玻璃下去做的 对 然后这每一根每一根都是玻璃 连这个都是玻璃就对了 这是琉璃 我们自己烧的琉璃 然后加上风铃馆这样 浪漫有情调 让灯也能发出声音 学生把想象力化成实际作品 让人为之惊奇 差点 除크 您 这里 ord 但